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宁关 讲到健康 吃鱼最健康 那今天在秋天这个季节 健康好生活就要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国民健康鱼 像我手上这样的秋刀鱼 比较高档的一只可能50块70块 比较平价的20块15块 你都买得到 那在台湾这样的小型鱼 鱼油丰富 而且Omega 3的营养好棒棒 那一般人来讲 可能你如果离开了台湾 你吃的秋刀鱼 价格就贵了 可是台湾的秋刀鱼 在这个季节吃 又肥厚又营养又健康 而且又平价 那秋刀鱼到底要怎么样 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是医生的好朋友 江首山医生 大家好 在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大家好 在养生好朋友 王明勇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的艺人好朋友 佳玟 哈啰 大家好 好 在我们厨房料理婆妈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一个秋刀鱼好朋友 李嘉亮 佳亮大哥 好 树青 我刚刚讲 秋刀鱼真的是 中华民国国民健康鱼 叫它第一名 它营养丰富 然后又健康 这个季节又盛产 而且更重要的是 便宜得不得了 没错 它真的是 物美价廉 CP10超高的一只鱼 因为你知道 我们吃鱼最想要吃到是什么 就是EPA DHA 对不对 它小小一只 它的EPA DHA含量 比我们所吃的那些 有贵的鱼种 好太多了 你吃什么鲑鱼 你吃什么鲑鱼 如果你没吃到肚子 完全都是急不上它的 所以第一个EPA DHA也好 第二个部分 它的鱼它的B群还不错 还有很神奇 它的B12含量 比一般的鱼 可能多三倍以上 B12干什么呢 我们都说吃素的人 最怕少B12对不对 那一般人B12可以干嘛 你要记得有些女星 她们如果去拉皮之后 拉皮之后要促进 那个神经的修复 医生就会开B12 因为B12是可以促进 神经修复相关的话 所以它是一个好东西 一只秋刀鱼 大概100克左右 这种大小 大概它的B12含量 可以够你撑三天 对 所以它B12多 另外因为它是脂肪多的鱼 所以它的维他命A、D、E、K都不少 对不起 A、D、E都不少 所以你想想看 A大家都知道 维他命A顾眼睛好 对不对 维他命D顾你骨头 对不对 重点是它的骨头 如果你像我们的组法组的对 钙质也不多 也很多对不对 所以你又有D又有钙 吃起来是不是很好 所以你看A有D有E 然后有B 然后有EPA有DHA 直接再把你换你几个了而已 是不是CP值超高 超高超级 所以这个江医师拿一个土版料 教大家秋刀鱼 真的是好棒棒的A咖鱼 对 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们台湾常见的鱼 你要吃到一公克的EPA DHA 代表是怎么样 你一公克EPA DHA 就可以产生降低你血脂肪 山上干油脂的效果 对 那你吃一公克EPA DHA 要吃多少鱼才有一公克 我跟你讲 像吃土杀 要吃一台筋 吃到土 可是秋刀鱼22公克 22公克可能只要一口两口 几口就够了 一口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它事实上非常含量非常高 所以你看所有鱼里面去煎 煎得自己把自己鱼 鱼煎得一堆出来就是秋刀鱼 就是秋刀鱼 其他鱼其实没有那么油 油烂烂 而且它油里面又是EPA DHA特别高 你说油烂烂 你说像什么 我们的这个萨白鱼豆 那个也很多油 很可惜 它的EPA DHA不高 所以它本身的特点就是 不但油 而且EPA DHA高 那你说什么 什么帝王蟹什么东西 那个跟它就差很多 帝王蟹你大概也要吃到 241公克 那大概要吃上千块 你才会吃到 一公克的EPA DHA 所以秋刀鱼真的 是非常CP值非常高的鱼 所以刚才会讲 它是国民健康鱼 那我吃一口就吃到 DHA EPA了 那相对我也不用买 鱼油保健品了 我如果常常吃 这样的小型鱼 其实我的鱼油 跟Omega 3的油脂 跟DHA EPA的营养素都够了 而且重点是 它是小鱼 也就是说它不是大型鱼 你吃那个鱼油 你也不知道 它那个鱼油 是不是大型鱼来的 有时候大型鱼 重金属的污染情形 可能相对风险高 它这么小只 相对累积量 没有那么风险高 所以它重金属的污染 跟风险又比较低 对 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很瞎 我们台湾人常常去日本买 会去买什么叫眼窝油 对 角肝油 对 我跟你讲 我一听都很害怕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 鱼眼窝要多大才能拿来做油 一定是超级大型鱼 非常大的鱼 那鲨鱼的肝 因为鲨鱼可以活很久 而且它本身也是大鱼 而且在食物链的顶端 没有人吃鲨鱼 只有鲨鱼吃别人 所以这种鱼 你可以想象 它的肝脏里面的 含有的重金属拱 含有的大二性多力的门 有多少 那台湾人趋之若鹜 我那个朋友给我看 一罐6千块 我现在是 看了快打在地上 你如果6千块 整个60块就可以吃三个 20块就可以吃一只 还不知道吃 吃得到 对 真的 那问一下家伍 我们平常吃不吃秋岛雨 一定吃 因为我们怕胖的人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要瘦身 大部分就会选鸡肉 除了鸡肉之外 就是鱼肉了 海鲜 这是最好的 就是又好 然后又不容易胖 对 然后你的蛋白质 或者相对的脂肪 又都是来自比较健康的 对 那家亮大哥 我请你出列 秋刀雨 我们一般台湾 在这个季节非常多 那请问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来挑 首先 在菜市场你买到的 大概都是红红的 对 红红的出血水不OK吗 就是它已经内部在腐败 那个叫自家消化 它已经酵素把自己分解掉 变血水跑出来 所以菜市场买到的 如果买到这么红的 就不要买了 我们这两盘可以镜头比较一下 有一盘 像我左手边这一盘 血水有点冒出来 那右手边这一盘 感觉比较没有血水 比较干净 所以相对像右手边的 它的新鲜度会比较好 对 然后这一个鱼是真空包的 超低温真空包的 所以它不会接触空气 那个EPA跌跌不会氧化掉 所以如果你在仔细闻 这个不鲜那个鲜 真的 这个不鲜 没有味道 这个鲜味重 这个鱼味鲜味重 它好臭 这个因为我常常在跑菜市场 我觉得这个 因为他们来都是一箱 一箱都是冷冻的 它可能就是没有卖完 然后再去 再拿过来 有时候是这样子 一整箱的时候还不会这样子 剩半箱的时候 就会再两三瓶就 对 我以为本来以为说它流血 是说抓的时候技术不好 它壮后流血 所以不是 是因为它把自己消化掉 流出来的血 它是一个腐败的过程 是一个腐败的过程 因为秋早雨 你注意看看 其实很多人不喜欢秋早雨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只要稍有腐败 它腥味比较脆 对 没错 你如果吃秋早雨 你看皮下面它有一个 核色的肉 对 那个叫血和肉 那个部分其实就是 鱼身上冲的鸡肉 就是用来游泳用的肉 那它 其他一部分是白色的肉 那个是用它的鸡胸肉 是用来逃命用的 那因为它的鸡胸用的肉 血和肉很厚 那血和肉是特别容易腐败的肉 所以你只要稍微温控 有一点问题 它马上就腐败 那腥味也重 然后吃了容易 所谓的过敏这些问题 那秋刀鱼顾名私利是 秋天才有吗 那长得像刀子 所以叫秋刀鱼吗 秋刀鱼在中国大陆叫竹尊鱼 像竹叶 像竹叶这样子尖尖的 头尾都尖尖的 然后这个与台湾沿海没有 它是产在你这样想 远洋嘛 对 远洋 那是从日本跟俄国 那个地方抓过来 日本中间那个岛不是最大吗 那个叫本州 然后冬天大概会到本州的中间 然后最肥的时候是八九月 就在大概北海道那个位置 所以北海道的八九月最肥 那台湾现在这一个季节 对 但是它抓了以后到台湾来 它不会马上到 然后它会把存货先卖掉 这个留在后面卖 所以这个季节吃秋刀鱼最好 原因就是这样 八九月它在北海道最肥 可是等它远洋的渔船抓回来 又回来台湾 又丢到市场上卖 可能就是九月跟十月以后的事情 那通常秋刀鱼我们买回来 问一下江医师 到底要怎么挑 你说挑秋刀鱼 还要有一个三步一没有 是 第一个 如果一个好的秋刀鱼 最简单最难违照的就是说 它要是坚挺的 我这样看 你看我要抓住头 它是快一条线 对不对 淡姐 淡姐 我们比一下坚挺 这个整个就垮掉了 软软的 你看 没想到鱼跟人一样 要坚挺对不对 那第二个你摸摸看 这个摸摸看就是滑滑的 可是它该有黏液 可是它不会太太 因为细菌很多的话 它就太太 它就是水水的 你看这个黏液都撕掉了 这个完全没黏液了 对对 这完全是干的 对 那最后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看看 秋刀鱼身上有那种蓝色的点 对 这里有一点蓝色的点 很多人都 我给镜头看这个蓝点 这个蓝色的点超明显的 可是你注意看这一盘 没有任何的蓝点 对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蓝色的点 是鱼身上一种特殊的器官 它是会来感测压力的 对 所以你看一群的秋刀鱼 这里是器官 蓝色这一颗点点是器官 对 它的压力感测的器官 它身上的好多 它压力好大 你看 你们看这样 它感受水鱼压 你想想看 一个群的秋刀鱼在游泳 一只转身的时候 其他每个都跟着转 其实那就是靠这个压力感测点 的一个反射动作 所以它不是一个命令说转弯 你看看如果一部队说转弯 你看转多久才转过去 对 就它说一转弯 所有鱼都同时转弯 就是因为这个压力感测器的关系 那这样很新鲜的鱼 你才看到这个点 那像这个比较低 这个不是蓝色的 很多人都讲说那个是蓝色的 不对的 其实你看像这样子不新鲜的鱼 它这个蓝点都掉光了 所以我们下一次买秋刀鱼 看到这样一点一点蓝色的点 反而表示它是相对比较健康 比较好的鱼 对 而且比较新鲜 那江医师除了它表面上的蓝点 有时候我们在吃秋刀鱼 里面的刺的头也会蓝蓝的 对 秋刀鱼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秋刀鱼本身它有一种酵素 它酵素本身会在这个 自我消化的过程中 会催化这个一种色素出来 那就会有点蓝蓝的 对 不过因为它这个是低温酵素 就是很低温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这个作用 所以不代表真正的腐败 因为我们讲腐败 就是要更高的温度才产生 因为你这个人谣言说 那个蓝蓝的是重金属 整个鱼都重金属 那就互惠大了 互惠大了 并不是这样 好 那最后鱼鳝要怎么看 还有一个 这边的鱼你看都很宽 这边都很窄 就比如说这个肥 这个肥 对 很明显 对 这个很好看 那其实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闻闻看鳝的味道 因为我跟你讲 我发现你每一条鱼都要闻它的鳝 你不闻 你很容易被骗 我随便讲 你看 因为这个大概 我推测是泡过药水 哪里在写药水 泡过药水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鱼身上的腐败的速度 跟眼睛的表现不合 它这个鱼明明已经软趴掉了 对 对不对 可是眼睛还不错 所以眼睛搞不好泡药水给你 所以它喷过药水或者泡过药水 一到十月底 你就开始麻烦了 急诊室就开始一堆胸痛的人 这个就是因为冬天到的时候 很多人心血管的东西突然塞住 如果你常吃EBDHV这种 含EBDHV高的鱼 心肌滚散的机会会不会降低 即使塞住也比较不容易死掉 鱼身上的腐败的速度 跟眼睛的表现不合了 它这个鱼明明已经软趴掉了 对 对 对 可是眼睛还不错 胸胸又生 所以眼睛搞不好泡药水给你 对 所以它喷过药水或者泡过药水 那比较难困难的是说腮 因为腮它是一个枪式 你药水如果进去多 你把腮剥开来稍微闻一下 有个药水味你也不敢买 那如果它不新鲜了 你把腮剥一下 闻一下 你发现有个臭味 你当然不会买 对不对 像这腮就在这里 对 这就是腮 很腥 好可怕 很臭是不是 很臭 我这个不会 这个很好 对 所以你只要闻着腮 大致上不容易被它用药来骗 好 所以江医师一直教会我一个逻辑 就是挑鱼跟海鲜跟很多动物 真的要带着鼻子出去挑 那你闻到的异味 通常往往是蛋白质腐败的味道 所以它不管是海鲜 不管是肉类 一旦有那个异味 它相对上都比较不新鲜 而且很可能可以制造食物中毒的 好 谢谢江医师 谢谢 好 江 今天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 你们家常做 而且很简单的味噌秋刀鱼 对 因为一般来讲 味噌秋刀鱼都是用烤的比较多 那万一家里没有烤箱 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用煎的 很简单就是你准备这个味噌 然后大概是一个大汤匙 差不多这个是大汤匙 这么大 然后你再加一点点 加两小汤匙的味淋 味淋把它打散 对 打散来 然后打散来 其实就会像我刚刚已经调好的 它就是一个酱 这样的一个味噌味淋酱 对 然后我们的秋刀鱼 整理好之后就会长这样吗 去头去尾 去头去尾 去内脏 对 去内脏 然后因为去内脏里面 就会有这个空间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下去 就是油锅现在在热嘛 你就可以先把这个味噌酱 味噌味淋酱涂一点点在里面 对 薄薄的涂一点点在里面 对 让它有味道 然后让它有味道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默默的放下去了 秋刀鱼刚刚讲到鱼油丰厚 所以其实干煎也OK 不用放油 对 我们就稍微是 好 大一点点的火 对 对 对 然后可以放一点点洋葱 因为洋葱可以吸油嘛 对 旁边也可以放一点洋葱 对 放一点洋葱 那两边一起煎 我觉得这个家里头要做会很简单啊 对啊 就是把这个稍微 然后就可以放下去 好 稍微涂一下酱就可以放下去了 好 然后就可以开始听到 其实它蛮快的 有耶 它有点粗这个油跟 对 然后其实它在那个 我们待会让它稍微熟一点点 我们就会在表面再上一些这个酱 就是我们刚刚调的那个味噌跟味淋酱 好香啊 我懂你意思 你里头的滋味先让它调 那你表皮的味噌 味淋酱 其实是可以稍微让它煎熟一下 再让它调 好香喔 其实好像这个 像这个煎秋刀鱼 因为你在吃的时候很香 可是在煎的时候楼上楼下都知道 你家在煎 所以我常常就是会教大家 就是你在煎秋刀鱼的时候 其实善用锅盖 盖起来是不是 对 盖起来第一个时间会节省很多 还有不会一直 再来就是你家如果全部是木头装潢的话 那你就很糟糕 OK 那这个问一下江医师 为什么秋天要吃秋刀鱼 我觉得秋天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 很多的地方它到冬天的时候 事实上地方会变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秋天要养什么 要养热量的储备 那像秋刀鱼这种鱼 它本身蛋白质非常适合吸收 而且转化成你的身上的肉的比例很高 那它又含有丰富的鱼油 所以又可以帮助你有足够的热量 因为到冬天如果你太瘦 其实瘦的时候 冬天不好过日子 太瘦的人冬天不好过日子 所以其实是要养一点资本 所以为什么秋天适合吃秋刀鱼 吃鱼就在这里 而且秋冬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如果鱼油吃一次 对心血管也非常好 没错 讲得非常对 就是我们要知道在医院里面 一到十月底 你就开始麻烦了 急诊室就开始一堆胸痛的人 然后整个要做导管的人 就会一直拉高上来 那就会一直有人在路上萃死 这个就是因为冬天到的时候 很多人心血管的东西突然塞住 那之前研究也发现一个 如果你常吃EBADHA这种 含EBADHA高的鱼 或者是胶囊不管你 反正你有吃到这个东西 它的心肌梗塞的机会会被降低 即使塞住也比较不容易死掉 这个都有人做 所以这个真的对心血管在科学上 是真的有帮助的 是 好 然后我们鱼油果然稍微加热一下 就煎出来了 刚刚其实是干锅放鱼下去 现在鱼油一直冒出来 好漂亮 好漂亮 好香 真的很像那个烤的 你看煎的跟烤的样子 其实都很像 好香 好 就可以再来一下了 对 再盖起来 再盖起来 好 其实他们中医常说秋灶 这是到秋天呢 很多人都会发现 尤其有一些过敏性疾病的人 在这个季节退 最容易患病 气喘的会气喘 然后因为是皮肤痒 就一直皮肤很痒很痒 那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系列的油脂 对于这种 其实过敏性的发炎反应 其实有缓解的作用 所以治愈除了顾你心血管 对于你真的是皮肤 常常过敏在不舒服的人 适度吃也是有帮助的 那再问一下秋医师 Omega 3跟Omega 6的油 其实是我们一般人 日常生活每天都需要的油 那Omega 3往往是台湾人 或者一般人的饮食过程当中 摄取偏低的 对不对 这个情况恶化得很厉害 大概在几百年前 大概我们摄取的Omega 6跟Omega 3 大概是1比1 你说古老的人类 对 那现在已经恶化成 Omega 6比Omega 3大概15到20比1 你是说我平常的饮食都是6G多 对 而且三吃的很少 那这个三吃的很少 其实就代表很多风险就产生 第一个像过敏 还有各种发炎反应 关节炎 什么僵制性脊椎炎 类风质性关节炎 这个发射机会就高起来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现实前忧郁症都会高起来 你知道吗 因为 我懂吃鱼会快乐就是这个道理 对 所以之前美国有研究 他发现就是我们日本香港台湾 我们吃鱼的比例比美国他们多很多 所以他美国研究那个老人忧郁症 他发现日本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已 就是老人的忧郁症 美国大概百分之二十五 就四个一个会有忧郁症 那日本大概百分之不到四到五 所以吃鱼让人家开心 就是相对的就降低忧郁症了 佳文现在要把刚刚的味噌酱 稍微的薄薄的 涂在表面上 对 然后我们的洋葱也煎得好香 洋葱也会吸收鱼油 对 很漂亮 然后大家就可以当作摆盘了 好 而且顺便提一下 如果像有青光眼这些人 其实他多吃像出道一种鱼 他眼压也比较不会那么高 所以吃鱼油帮助眼睛好的原因是在这里 他可以降低眼压 降低眼压 那甚至于说我们有所谓的代谢症候群 像糖尿病的人 根据现在的研究发现 你如果长期吃鱼 吃多一点鱼 久一点 他血糖会变得比较好控制 好 那佳文我们的这个鱼好像也煎好了 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上菜了 好 佳文刚刚煎的味噌秋刀鱼 真的很好吃 鱼真的很好吃 但我觉得我的味噌可以再重一点 那佳亮大哥你也要教大家 像这样现成煎好的一条鱼 有快速地去它的鱼骨的方法 对啊 怎么弄 怎么弄 你是从鱼头 鱼尾 你拿一个 它从侧边 你拿一个筷子这样子切开 对啊 然后呢 整片就开了 然后这一个是整片就这样子拿 就把这个鱼骨拿起来 然后家里头爸爸如果弄好了 小朋友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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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好 等等 这个刺有没有 这里还有是 这里有腹部的刺 腹部的 对 厉害的人用筷子就可以去刺 对 尤其是 我来检查一下刺有没有拔得干净 来 给你好好检查 好 我先去吧 好 来 你大哥这样子在家最受欢迎 在家最受欢迎 对 小朋友就等你弄完 刺去的很干净 真的 这个方法很好用 你都是用筷子这样子去喔 然后就可以煎好弄好了 就是大口的心 有小孩子有小朋友的话就OK了 家里头有小孩有老人 为了胖他吃到鱼翅就可以直接这样子 不然很多人那个肚子那个翅都用嘴巴咬的 对啊 太强了 因为你筷子画在这上面会有硬硬的感觉 那就是刺 所以你这样画过去有没有 这边还有 哦 然后就把它挑开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喔 如果是生的鱼喔 生的我就不用了不能吃 对 要去一下内脏啊 去一下这个头尾的时候 通常怎么去喔 会比较安全 是这样子喔 这边没有水洗 我就拿一条 好 诶 刀子 坦白讲 秋刀鱼是一个非常用 很难用刀剖下来的鱼 因为它肉是烂烂的 对 那如果当然你在日本吃到那种 那没话说 可是你冷冻或冻三个月以后 半年以后你要 切得很漂亮是很难 那为了避免大家误会说我功夫不好 你看我的刀怎么利 哦 所以利的刀可以刮纸片 对 测试刀利不利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诶 是这样子喔 这边没有 你是从鱼尾 这里横切 哦 所以我如果买回来 家里头一只完整的鱼 我就从这里 侧面 侧面把它剖开 对 那剖开就可以去出鱼内脏 用刀背把刀背 刮出来 刮出鱼内脏 鱼内脏是容易有腥味的地方吗 那所以这个 你看 这个内脏亮晶晶的 对 就表示这个鱼处理得非常好 新鲜 对 然后很简单 你这样刀下去 过刀的时候注意 这个地方有齐对不对 你不要往下去 那样刺就会一起起来 哦 我懂了 我要平面的 然后这个地方也要注意 下手太重了 刺就直接把它刮破了 割破了 哦 所以沿着它的骨头 慢慢的横切 对 其实我静静的听得到刀子 对上 那一个骨头的声音 哦 所以这样子就骗出它所有的鱼肉了 对 那另外一面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骗 那这样子就可以去肉 然后去骨 去内脏 然后如果你一次五六条 对不对 你这个可以把它洗干净 拿去什么 先煮汤 煮汤 以后把骨头都烙掉 那个汤拿来煮米兽汤 这个很适合做高汤就对了 对 那有一些人要留下鱼肉 那这样子吃鱼肉 就可以吃到更干净而肥厚的鱼肉 还要再把肚子的鱼翅 还要把肚子的鱼翅 再把它片出来 我这个刀 我这个刀你看刚才磨那么力 它是不行 一定要那种日本师傅 那种日本药理刀 可是家里头的婆妈 其实你的刀也未必力到这么力 对 江阳大哥 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一般人在家里头 可以执行到位 可以处理到位的 是 就吹起来难看一点 我有撇薄 因为我等一下做的也是像这种切滑 就在家里 我就给它稍微有一点点冷冻的时候 就不会扭 对 就是冷冻好了 你买回去对不对 退冰退到快要变软的时候 对 趕快先骗 那个骗起来就比较漂亮 然后刀也不会要求那么严格 对 我听懂了 可是我觉得家庭主妇不可能 骗到像日本师傅那么专业 对 江阳大哥这种已经是一般的普及做法 很厉害了 Polo级的就去当师傅了 就不会在家做婆妈了 也不会在家里看电视当观众了 我这个是钓鱼 钓白带鱼用这个耳 自己在船上 好 自己来骗 对 好 那这一块我们也成功的把它的 这个鱼背的刺片出来了 好 这样就留下完整的两片鱼头了 是这样子 你买到更高档的那个鱼更大 会比较好剖 小的就不好剖 好 谢谢嘉亮大哥 谢谢 好 接着下来民勇大哥 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 店主秋刀鱼 而且很特别的是 你的秋刀鱼是留下内脏的 对 其实应该说这道葱烧店主 其实比较古早味 那其实古早其实都很拮据 我印象这个是阿嬷的味道 就是可以留都留 就是只有尾巴不能吃而已 那其实头如果新鲜 你觉得这个头够新鲜 你也可以留 那如果你今天确定 有一点感觉不新鲜的 其实你就把头塞的部分切掉 那因为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是很新鲜的 所以其实还可以留着吃 而且我发现你内脏都留 对 因为我个人 我吃秋刀我喜欢吃它的内脏 因为那个地方这边比较带油的地方 那那个内脏还有一个口感口感 其实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好 那你的烧法是先起一个平底锅 对 其实我们可以先把它煎一下 因为煎一下它会比较有香味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煎一下 所以你炖煮之前是先煎 对 稍微煎一下 先煎出干香 对 干香之后我们再来 把调那个酱汁 再来去冲烧它 好 江医师请教一下 美容大哥今天的做法是 鱼内脏全部下 根本没有去除 听说秋刀鱼最厉害最营养的地方 包含它的内脏 对 尤其是它的肝 它里面有A 有D 还有E 那如果各位看坊间的这些营养表 很多都写的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营养表是直接从国外copy的 那你不要忘记 对美国人来秋刀鱼能吃什么 它只能吃那块肉 它没法计算内脏的量 所以你甚至看不到这个滴的量 事实上秋刀鱼的肝里面有滴 而且大家可以放心的 像这种小型鱼的内脏 基本上它除了有些营养之外 其实它没有什么依然 对 就跟你去吃一个鲨鱼的肝 或者其他大型鱼的鱼鱼的肝 那是不一档故事 那种大的动物的肝 基本上就比较有可能有像大耀心 多绿莲本 甲鸡拱这种很可怕的毒物 可是秋刀鱼的肝 我跟你講我检查了11年 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问题 这么厉害 秋刀鱼这种垫骨 骨头都会烂掉 细掉 原因是这个醋会帮忙化骨 对 把它熬煮 就是因为这个垫煮方式 可以让骨头化开 它马上变成一个高盖的食品 这支秋刀鱼 它本人真的是 我时尚吃过最特别的一支 我最好吃的 竟然我把所有食材的优点 都发挥到100分 而且今天100分 沒錯 秋刀鱼的肝 我跟你講我检查了11年 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问题 这么厉害 所以小型鱼的鱼肝 反而是营养很丰富 那大型鱼本来正常的状况下 鱼肝也有丰富的营养 可是你担心海洋生态的 污染过程当中 大型鱼万一残留重金属 或者其他毒素的话 那个鱼肝搞不好 会吃进重金属 对 而且那个量 会累积得很高 对 那其实说起来 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搞的 对不对 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拱是我们海拋的结果 对 所以平常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那个佳环在示范的时候 她为什么会把鱼肚弄掉 内脏弄掉 是因为一般来讲 如果你买的品质 不是很好的时候 内脏会最先烂 对 而且会有新作味 所以不得已 不得已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品质 没那么好我会一直把它去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 买的是一个根本就是 真空冷冻的包装的 它其实内脏有坏掉 你就是吃它 因为它那个苦苦的 有人还认为 它有美容的作用 有些人说 因为它里面的维他命 那个苦苦的竟然 有美容的功效 因为他说 其实他们这个内脏里面 含有的一种东西 就是维他命A的一种 叫氏黄醇 他们氏黄醇 一般人家会觉得 可能对眼睛有帮助 对不对 其实它对皮肤的紧实 也有帮助 对 所以它又跟 因为它有医嘛 什么一起作用 所以他们认为 女生吃这个苦苦的很好 因为可以让你皮肤漂亮 所以假设我买的小型鱼 是安全无鱼的鱼的话 其实我连内脏一起料理是OK的 可是这一个料理的前提 是在小型鱼上面 而且它新鲜 新鲜的小型鱼 那就包含比方说 秋刀鱼 青鱼 这都是相对小型鱼 那如果是大型鱼的内脏 就要稍微 要想清楚了 谨慎一点 好 那我们这个 再把它翻面一下 它刚才已经煎起来恰恰 你看 表皮略回煎出焦香 这个就稍微这样焦香 它已经出油了对不对 对 出油了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调这个酱汁了 把它翻这一面的过程 它大概已经接近 大概五分熟了 对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稍微煎 那个味道出来 等一下我们煮的时候会更香 好 那我们准备这个酱汁 来冲烧它 就是第一个 我们大概是半碗的这个酱油 好 半碗的酱油 大概是60cc左右 因为我们今天煮这两条 大概两到三条的量OK 好 那我们大概是两碗的水 半碗的酱油兑上两碗的水 这是小碗的 如果大碗大概是一碗就可以了 好 稀释一下酱汁酱油 好 那另外我会加大概两大匙的乌醋 乌醋 好 那如果有人说以前的早期 我们要给它化骨 对不对 熬的烂烂 醋可以稍微多一点 所以有一些秋刀鱼 这种电阻 骨头都会烂掉 细掉 原因是这个醋 会帮忙化骨 对 把它熬煮 醋是化骨棉醋 对 再加大概两汤匙的这个米酒 才会比较有去腥的作用 去腥味 对 那我会加大概两匙的这个红糖 这个感觉是日本的酱汁电阻味 对 那如果你用姜你也可以 姜你的话它比较容易入味 那你用姜片也OK 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很简单的酱汁 好 那我们就可以 它已经煮得差不多 姜跟鱼也会非常搭 对 因为姜也会帮忙去鱼的腥味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倒下去 好 我发现你加的很多都是辛香料 对 因为你知道秋刀鱼刚刚讲 它是国民健康鱼 那CP值高 营养价值又超高 最大的缺点只有一个鱼腥味比较重 对 没错 对不对 那这一种煮法包含姜 那包含刚刚放的米酒 通通都有压一点腥味的帮助 另外葱烧 我的习惯我会加很多的葱 所以我们可以大量的 你可以大概一脚把整个切大段 一起让它下去 把它 让它入味 一起入味 对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在不沾锅上面 做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们的锅子品质非常好 因为一般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廉价的不沾锅 不建议你这种有醋或酱汁的 乳制过程在它上面进行 对 因为它可能会把 比较不好的 潜伏辛酸的成分融出来 因为它有醋 对 它有醋 它是比较 pH值比较低 所以除非你家的这种 不沾锅品质很好 那你这样做 如果你家是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可能一支也不知道几百块 你就买回来那种 那你就要小心 你可能要移到不锈钢锅上面去做 所以假设我对我家里头的不沾锅感到疑虑的话 我最好的选择是挑一个不锈钢锅 然后反正它到最后也有一点点卤制的feel 那一样是鱼油把它煎香出来之后 一样的醬汁一样让它炖卤 所以像这一道 其实如果像用的出来真的很便宜 有时候你买 不可能买个两三支 一定是买一包 可能是好几支 那其实有时候你煎的吃的腻的 其实你可以把它卤一锅 那你把它 因为它卤到最后它几乎会收汁 所以你可以一块一块放好 这是很好吃的便当菜 而且你放在冰箱可以放很久 因为冬菇放一个月可能没温 一两个月没温 那你要去代便当后拿去蒸 而且它吃凉的也很好吃 就像日本料理的凉菜 所以有的时候像秋香姐姐 你平常在卤也常常卤一锅好多支 然后就可以分几次来使用 我是用压力锅一次烧18支 对 因为我吃过它烧的 它烧秋刀雨没再客气的 都是这样子一二十支这样烧 然后整个骨头都化 对 都化掉 就是因为这个电阻方式 可以让骨头化开 它马上才要变成一个高钙的食品 其实这样的秋刀雨 其实它钙的含量 已经比牛奶高很多了 那我们台湾人本来在营养调查 就发现我们的钙的摄取量 老是是建议值的六成以下 那钙不够 当然包括骨质疏松 容易得到大肠癌 容易得到乳癌等等的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靠这样子的一个 废物利用对不对 不然你就把骨头丢掉了 那你先把骨头煮进去 整个吃下去 又对身体有好处 所以如果那个鱼骨头 已经煮到烂 真的应该吃 一定要吃下去 这个道理有点像我们吃小鱼干 那那个小鱼干你连鱼骨一起吃 吃进的就是非常高寒度的钙 那那个钙对身体也是很有帮助的 对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稍微把它 如大火滚了对不对 把它稍微翻一下以后 让它入味跟酱汁可以均匀 那你再用小火一直给它炖一下 那通常要炖多久 最少我会大概小火给它炖个半个钟头 它这个入味 像这个已经炖好 那这个是我们录影前 这个民勇大哥在摄影棚炖的 所以它已经收完汤汁了 已经收完这个 这样就很香 我给镜头看它这个汤汁 我感觉拌饭会超下饭 而且那个酱 你会发现那个油都是鱼油 对 上面那一层 那个焦拌真的很好吃 撒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子鱼油也吃得到 然后化骨棉鱼油对不对 那膏盖也吃得到 所以这个烧法也是非常 营养健康的烧法 是 好 那民勇大哥我们就上菜了 试试一下 好 好民勇大哥这个真的是化骨棉鱼 真的连骨头都值得吃 而且像连那个肚子一起苦苦干干 真的超好吃的 真的好吃 所以它的苦味是内脏 对 那它另外听说有一块肉 叫做血和肉 所以它的肉色比较红 对 比较红 而且很多人看着那个红 都觉得好像是不好看 不喜欢吃 对 其实它是它最营养的一个部分 真的喔 为什么 含铁吗 你看这个两层 对 它的铁质含量很高 所以绿腺铁含量很高 所以它等于吃鸡腿的一样 因为它是要用来运动的东西 那血和肉含铁营养价值高 所以不要误以为那块肉 红色是腥臭或者是血水 对 它天生的那块肉就是偏红色 对 它天生就是红的 那我误会它很多年 你都把那块留下来 对不对 我还以为那个是比较腥臭 或者是血水滲到那个鱼肉 因为我都一直以为 鱼肉应该白色 然后它会偏红 那偏红有些鱼 它搞不好血水会滲下去 那我就有点误以为说 那你是不是比较新 还是比较不新鲜 还是比较不健康 结果完全相反 那你最营养 最健康 含铁价值又最高 而且那本来就是它天生的颜色 是 今天真的误会好多 真的 那秋香姐姐 另外一个误会 很多人觉得秋大雨只能煎 只能烧 像刚刚明永大哥这样的店主 你说其实千变万化 对 本来就是因为小朋友 你像我们刚刚跟明永那种的吃法 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很喜欢吃的 可是小孩子他们就喜欢吃那个西式风味的 那虽然我不是做西餐起家的 可是我也类懂一二 所以我就来做一个比较西式的 像奶油酱的 是 好 那我先给镜头看 这个就是你录影前 刚刚也事先片好的秋导鱼的片 那这一个就去掉内脏 去掉骨头 那这个给小朋友吃鱼片的时候 又吃得到鱼肉的营养价值 是 那小孩讨厌的鱼翅又帮他剃光了 对 是 你果然是很棒的妈妈 一百分 是 好 我可以一约下被子当你妈妈 你要说什么好呢 你不要说 这被子顺便先当干妈 我们这个家打火 可以吗 这被子先当邻居打火 对 是 好 那我先就是给他一点点的一个盐巴 调味一下 对 撒一些下来 然后我会给他一些的一个胡椒 也是提味调味 是 就是白胡椒 今天撒的是白胡椒 是 然后稍微拍一拍 拍一下让它入味 那因为我今天有很多的一个蔬菜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些油 那因为我会沾上面粉 你会干煎 对 如果没有油的话 它就整个就是会 一定会连锅 因为你有面粉在上面 因为这个是不锈干锅 是 所以我们放一点点油 是 好 把它就是和一下 但是油的量也非常少 也不多 是 因为我们会炒洋葱 对 待会儿又炒洋葱好 所以你的鱼片 先撒了一点点盐巴跟胡椒之后 你沾的是面粉 是 沾面粉 我发现你好几次干煎鱼片的时候 都会保持鱼肉的干燥 然后为了让它干燥 常常下锅之前 沾一点点粉 沾一点面粉 它会那个鱼汁不会跑出来 而且会非常的香 非常的香 好 现在这个 所以煎鱼的成功失败 与否真的跟鱼下锅的时候 是不是干燥有关系 是 如果说我今天吃大大 我肯定蘸的粉 就会很多 所以你看大家 大家看一下 我就会把它就是稍微的拍一拍 是 所以煎完整的鱼 像有些人 过年煎那个北丘 苍鱼 对 那个也是要让它 鱼身都干燥 对 然后沾一点粉 下去它会干煎得漂亮 是 尤其是那个苍鱼 如果你要拜拜的时候 一定要煎得很漂亮 对 绝对不能破 不然感觉拜拜不净 因为你知道拜拜以前 尤其有时候就拜门口 就是放门口 对 大家走过去会看到 对 一看就说 你这鱼像这样拿出来摆 是不是 你们这些人还这么现实 这是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真的 好 你把它排到连侧面都排 对 这样不会影响吗 应该吧 应该不 厉害就不会 烤一下我的 技术不厉害就會 是 是 好厉害了 你看这个油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我让它就是转到整个边边都会油 那它可以均匀的沾附到油 是 以你今天片的鱼片这么薄 其实它很快会熟成 非常快 是 那这边是三条 三条鱼 今天是三条鱼的鱼片 对 就这么多了 你看 三条听说你一条买15块了 对 所以这里45块 45块 45块可以打发一家人营养的Omega数益 是不是很划算 很划算 你买鱼油都没有办法那么便宜 45块 还要有三条吗 没有 是 好你看像煎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好漂亮 那我要把它就是稍微的就是 每一片都要翻过 为什么我看你的干煎 会觉得它跟白带鱼似成相似 对 是不是乍看有点像白带鱼 对 真的有点像 千万不得不说 你用不沾锅煎的 没有人家这个不锈钢锅 真的呀 不锈钢真的不好煎你 不锈钢很容易沾锅 所以这是一定要厉害 一定要等到它定型 定型的时候我们再来 而且不锈钢又用这么少的油 对 更难煎 换面了以后 这个时候来 我们把这个辛香料就下进来了 洋葱 洋葱末 对 你这个邱丹的主菜真的好新鲜喔 不要看过 是 好 来 这个 蒜头 蒜末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它这个 一点点的姜黄 这个 咖喱 咖喱 咖喱粉 你今天做咖喱口味的影片 是 是 咖喱口味的 好厉害喔 感觉咖喱也刚 江医师它这一道超抗氧化 对 你看鱼油 洋葱 大蒜 咖喱 全都是抗来抗氧化 好香喔 现在就闻到咖喱的香气 好香喔 而且我很惊讶 咖喱粉可以这样干香干煎 对 我一直误以为要把它调开 没有 其实咖喱这样干煎反而会炒香 超香的 很香喔 天啊 整个摄影棚的香味 好 那我再给它 现在要给它一点水喔 一点水 好香喔 所以我们真的 我现在是没有放酒 大家以为说它一定要酒 可是如果你的鱼新鲜的话 不用酒 所以我们真的误以为 咖喱跟姜黄都要先调开 其实你这个做法 让它干香也非常棒 是 好 那再一些水下来 而且你看它这样子啊 完全我们都要 抽到任何本来的那个泥味喔 完全没有 它现在全都是咖喱香 而且咖喱香 竟然这样干嗆超香 超香的 好 那我还要给它 山药吗 山药泥 对不对 山药 就把它切细细的就变泥了 刀工 稍微灰一点刀工 它就会变泥了 为什么要山药泥下去 因为咖喱 对 你怎么那么聪明 好厉害 这个当我女儿可以 太聪明了 干妈 以后照三餐打火 本来她还叫我阿姬而已 现在变干妈 不要 照三餐打火 我还是当阿姬好了 我发现它的山药泥的目的 是让它浓稠 对 可是这个就撇开很多人做咖喱 所以会把它勾芡 对 那勾芡就比较不那么营养 那山药是非常棒的好食材 天然好食材 可是它天然的淀粉 就有那个 有一点点芡汁的效果 是 哇塞 你今天下的红材都超厉害的 来 那现在呢 再下这个秋葵切丁 是 还有番茄 也太硬了 我再给它 再给它一点点的水 因为我们要起锅了 这也太跳透了 你整个好漂亮 我要让它呛一下 就是呛一下秋葵的颜色 你真的是厨神 好厉害 谢谢 最后还有秘密 这是什么 我可爱的女儿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奶油 鲜奶油 鲜奶油 对 是 最后提一点咖喱的味 对 因为它会有香气 对 是 没有很多咖喱最后都加奶 东南亚的咖喱加野奶 然后印度的咖喱有些是加优格 酸奶 有些是加优酪乳 就酸奶 对 有些它是直接寿司里头 它就用优格去拌 对 就是说不同的浓稠度 然后你会发现所有咖喱的料理 最后加奶都更滑顺 是 我现在熄火了 因为利用这个 超香的 因为利用这个锅子的一个热气 我就熄火了 哇塞 好香喔 天啊 好 其实呢 应该这样子就够了 就够了 对 是 好 但是我们刚刚只有一点点盐 对不对 对 可能它会不太够 对 所以我最后下去的时候 是很高 再提一点点 好 是拿很高这样子撒 对不对 才不会 会特别的某一区 特别的一个咸这样 哇塞 好啦 就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的咖喱山 咖喱鱼片就上菜了 好漂亮喔 我觉得秋香姐姐 给秋刀鱼全新的生命 没落 真的 而且真的就是 你沾一点点面粉去煎的时候 有面香味 再来就是可以让你的鱼的那个 你看你吃起来不会色 对不对 因为它的鱼有整个都封锁住在里面了 所以就会非常的好吃 我跟你讲这只秋刀鱼 它本人真的是 我时尚吃过最特别的一只 因为它如果把它只给你两片 然后放在一个大盘子里这样放 你会以为是那种法式料理的 特别的煎鱼盘 对 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 它是秋刀鱼 真的 它没有它的那个腥味 腥味 没有味道 然后它的肉是滑顺的 对 然后搭配上这些外面的这些 格格的酱汁 好好吃 好刺激了 而且它的格格酱汁 还吃得到洋葱的口感 山药的口感 然后山葵的口感 然后山葵的口感 然后它的酱汁还非常提味 然后又不死咸 然后它天然的黏稠感 又不是勾芡来的 又是山药来的 对 你竟然把所有食材的优点 都发挥到100分 今天100分 没有 而且我们刚才讲 那个秋刀鱼的好处 什么蛋白质 什么油脂 什么维他命ADE 对 可是它缺了什么 它就是缺纤维 它又用从水溶性的 到非水溶性的这些 全部加上去 100分 100分 好刺激 对 100分 而且那个又加了这个画龙点睛 那个咖哩粉 对 你看 刚才讲Omega 3可以消炎 咖哩 姜黄素也可以 都消炎 对 所以觉得哪边痛哪边不爽 应该吃一点 我觉得它这一道是抗癌 抗老化 抗氧化 然后抗发炎 养盐没落 养盐没落 又减肥的好料理 所以我们的观众不好 应该也可以 那我的点点 因为我更客气 更低调 谢谢 所以如果要抗腾 我就在那里 我跟你说 这道一定要学 食谱Po我们脸书 欢迎大家自由分享 学到赚到 是 真的 今天谢谢我们这么多来宾的分享 健康好生活 我们今天分享健康国民语 那下次同一时间 我们准时再见 拜拜